位在台南市的佛光山佛国寺 日前是举办宋波冥想活动 特别邀请到国际音疗学院的创办人巴老师 带领着现场有260位的佛光人一同来体验 缓缓交响宋波 优美成文的音声语音绕梁 来自印度的国际音疗学院创办人巴老师 日前应邀前往佛光山佛国寺 带领现场260位佛光人体验送播音疗 一旁还有音疗老师赖婉婷为大家解说 闭上眼睛放松冥想再配上呼吸调节 让气脉更通透 最重要的是音波共振对身体产生调频作用 让人安住身心 巴老师表示放松冥想不只是最好的药方 还能引导孩子们静下心来 音波贯穿全身也带走负面能量 更让身体获得调整与进化 这场殊胜的心灵响宴 让初次体验的佛光人表示 长期堆积的压力和郁闷 好像全都获得释放 另外是台北台南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